我们在经论里面 体会到明白了 什么是真心 什么是忘心 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把忘心转变成真心 这才叫学佛 这个忘心转不过来 佛法的真实利益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得不到 这一生当中也跟过去生中一样 种一点善根而已 这个善根不能起信息 要在这一生当中得真实的受用 一定要学会用真心 真心里面讲的最简单 最恶要的是菩提心 所以每一部经论里面 佛菩萨都劝勉大家 要发菩提心 菩提心 基本 根本 就是真诚心 以这个为基础 真诚心 其作用 是好善好得 这是信德 自然的流露 好善好得 也不拙 好善好得之相 也不生 好善好得之力 这个好善好得 是发而自然的 对待一切众生 今天我们讲 对人 对四 对五 大慈大悲人 慈悲 关怀 护念 帮助一切众生 帮助主要的目标 是帮助他 破米开胃 观经上所讲的 菩提心 至臣心 身心 回向发愿心 讲了三个 大臣其心论里面 马明菩萨说菩提心 执心 身心 大悲心 也说了三个 我们把三个 经论了 和起来看 意思就明显了 菩提心是真心 真诚心 是菩提心的体 也就是自信的本体 真诚 学佛如果用真诚心 就是大臣菩萨 为什么呢 他用菩提心 用真心 真诚心起作用 这个作用对自己 就是身心 身心 古德 解释 好善好德 真诚心决定好善好德 好善好德 就是自爱 好善好德 就是自尊 善是什么 是善也道 得是什么 能长八得了 无能无长八得了 好善好德 在佛法里面的得了 菩萨的六度是得了 普贤菩萨的神愿是得了 这叫真诚自爱呀 其心斗念 言语造作都不离开善乐 自爱才会爱人 自尊才会尊人 在学佛的基本条件 对自己 对别人呢 大慈大悲 慈悲就是爱呀 佛不说爱 说慈悲 因为世间人 爱里头有感情 有情志 慈悲是爱 这个爱里头不是情 是智慧 也就是说 真是智慧 里面流传的那爱心 叫慈悲 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处所 全心全力 为大众以后 这个佛物 完全是义务 不求丝毫 报仇啊 世间人佛物 是要讲报仇 佛菩萨 佛物 难以为报仇 全部是付出的 那么现在话讲 义务啊 完全是义务 如果有义务这个观念 那还不是佛物 为什么他们的爱心还低的 法原词 不是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 连那个义务的念头都没有 他做的是真正的义务工作 但是绝对没有义务这个念头 这个才是真正的佛菩萨 菩萨事业 就在你现前生活里面 就在你现前的工作里面 乃至于厨师待人戒物 我们现在讲应酬 只要你一个念头 念念为众生 念念为利益众生 念念为帮助一切众生 主啊 引导一切众生 主佛啊 都叫做佛萨 要帮助一切众生 破灭开物 帮助一切众生 获得正知真见 帮助一切众生 断物修宣 帮助一切众生 远程佛道 这是自己的事情啊 是自己本分 应该做的事情 不是别人给我的 这叫天职 在大乘佛法里叫什么呢 叫同体大悲 你看看同一个同体 同一个生命共同体 悲心从这出来的 无缘大慈 这大慈大悲 无缘是没有条件的 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 对待变伐界虚空界 一切众生 没有任何条件的 同一个生命共同体 跟自己 跟自己息息相关了 怎么能不热心去照顾呢 他对我有成见 是他对我不了解 他在迷恶 我不能对他不照顾啊 我不能对他不好啊 为什么呢 我知道他跟我是一体 他都知道我们是一体 我知道谁体 所以纵然是 叹逆到极处 我还是要关心他 我还是要爱护他 我还是要帮助他 照顾他 道理在此地啊 所谓大慈悲 实在讲呢 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的大用 就是大慈大悲 所谓是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缘就是条件 无条件的大慈 同体大悲 悲是见到众生苦 要帮助他解决 实施给众生乐 叫众生历苦的乐 这叫做慈悲 帮助别人历苦的乐 这是菩提心的说 最重要的作用 修佛主要想到 要抓刚铃 抓重点 抓到了刚铃 抓到了重点 这个菩提心就是重点 从这个地方建立 我们说佛就快了 不必知知也议去说 从根本上说 根本上说 就是改心 把我们这个待人 借悟这个心的改过来 要从这个地方做起 要真正防护地心 来救佛教 救自己 救度众生 这是当前 每一个佛弟子都要救 真正的心 真正用在自己 是清净 我就用清净 平等 真诚心对别人 是一大四大悲 村臣 亲命运 知名 求生 净土 这是 说佛了 先 决定相信 由西方 基罗世界 由阿弥陀佛 一点都不怀疑 愿生 西方 法院 我要到基罗世界去 我要清净 阿弥陀佛 我到这个世界来 就为干这个事情的 其他都不是我要求的 我就干这个事情 一心一意 求生 净土 决定 得生